正式发警示 日本旅游疫情建议即日起升为第一集 汇流新闻网记者陈军凯台北报道 台湾武汉肺炎确诊维持18例 但针对国际间疫区发出的警示 却越收越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卫福部长陈时中今14日下午在例行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再发出把中国河南浙江列一级流行区 另外针对日本的旅游疫情建议则升为第一集注意 陈时中表示 这是因为中国河南及浙江武汉肺炎病例均超过千例 且当地已出现不易控制的社区传播 其中浙江病例更已转为本地病例为主 河南也已有家庭群聚及疑似无症状传染者 因此自明日起将河南及浙江列为一级流行地区 目前针对中国疫区指挥中心已把湖北省及广东省列为一级流行地区 中国其他省市 韩港澳则列为二级流行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近期的防疫作为引发不少质疑声 且陆续发生感染源不明个案 指挥中心也认为 当地可能已出现隐性社区传播 因此即日起提升旅游疫情建议至第一集注意 民众应遵守当地一般预防措施 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说 提升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全是因为 日本当地从医院巴士导游到计程车司机都传出确诊 尽管还没到疫情有扩散的迹象 但要提醒台湾民众赴日旅游要注意 如果日本的疫情继续恶化 也不排除进一步再提升旅游疫情建议 在台湾 目前确诊个案人数维持18人不变 除首例确诊个案已解除隔离 其余17人病况稳定 持续住院隔离 全球的武汉肺炎病例数 迄今以国际运输工具 日本钻石公主号218例最多 其次为新加坡58例 香港53例 泰国33例及日本30例 病例中3例死亡 分别为日本、香港及菲律宾各1例 指挥中心再次提醒 民众应落实肥皂勤洗手 避免触摸眼鼻口及做好咳嗽礼节 民众自国外入境时如有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 应主动通报机场及港口检疫人员 并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返国后14天内如出现疑似症状 可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或0800-001922 医指示戴口罩紧速就医 并请务必告知医师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及是否群聚 以及时诊断通报 照片来源 CNEWS资料照 记者陈军凯社 更多会留新闻网